当孙中山以革命者的名义 彻底站在大清朝的对立面 自然难为统治者索隆 不得不远走异国他乡 伴随着长期的流亡生涯 孙中山迫切需要同盟者 与他一起推动革命巨轮前进 立足海外最大限度 争取华侨华人以及国际游人的支持 并逐步由国外向国内渗透 是现实所迫 也是因是利倒的选择 然而海外华侨之于革命 这个新鲜的字眼 依然风气未开 他无法做到阵地一呼 硬者云及 面对无论是远在故国的民众 还是尽在咫尺的华侨 要开化人心 开启民智 孙中山都必须首先成为一名 革命步道者 位于槟城中路65号的 这座纯白色建筑 就是宾城阅书报社 现为孙中山纪念馆 而当地的华侨华人 更喜欢叫他小兰亭俱乐部 一百多年前 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开始了 他在宾城宣传革命的第一场演讲 也是在这里 他结识了被后世奉为 南洋革命党三杰的 吴世荣 黄金庆和陈欣正 孙中山先生是觉得 如果是要把他 比较公开地宣传这个革命 那只有成立 另外的一个民间的组织 所以他就有这种计划 要成立一个 好像今天我们的 这个宾城阅书报社 1908年 孙中山和吴世荣 黄金庆 联合发起创立阅书报社 一方面作为宣传革命的 主要场所 另一方面可以带动 普通华侨民众来看书读报 吸引有识之士探讨革命思想 古润金 马来西亚知名侨领 长期致力于孙中山精神的 推广和宣传 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 来到这栋白色的建筑 在这里他也不止一次地设想着 当年孙中山站在院中央 侃侃而谈的场景 我是觉得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不是为了个人 为了中国 为了他的梦想 为了他的理想 他就解放整个中国 并且说不管是大陆 或者是台湾 都说他是伟人 当然包括海外的很多话 也说他是伟人 正如古润金想象那样 孙中山时常在阅书报社 发起集会 畅谈革命思想 然而阅书报社也经常冷冷清清 一开始便没有革命党人想象的那么红火 他用阅书报社就读书 实际上是摆一些杂志 报纸在那里 它不是个图书馆 就是个看书看报的地方 吸引一些华侨华人 到那里去看书看报 通过看书看报 了解祖国发生了什么情况 光华日报 是世界现存屈指可数的百年华报 自1910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创刊 至今已经过去了106个年头 创办之初 孙中山为之取名光华日报 亦在光复华下 九次革命 五道槟城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和这座东南亚城市密不可分 1910年7月19日 孙中山第五次抵达马来西亚 槟城 这一次他的到来是要办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把中国同盟会南阳总机关部 从新加坡搬到槟城 第二件是在槟城进行筹款 进行下一次的武装起义 第三件就是创办光华日报 这一次来到槟城 孙中山的内心是沉重的 因为五个月前 他领导的第九次起义 再次失败了 由于连续九次的起义失败 革命党的内部开始发生了动摇 以致孙中山不得不把设立在新加坡的南阳总机关部 签至槟城 屡屡的失败也让革命筹款变得更加艰难 此时因戊戌变法失败 避惑海外的宝皇派在一些皇室贵族的支持下 出版了多张报纸 大肆鼓吹宝皇论调 在海外乔舍一时间甚嚣尘尘上 甚至有一些革命党转而加入了宝皇派的阵营 当年的槟城是南洋文化中心 许多文人默客都到槟城定居 浮华之气甚浓 向清廷捐官带领炫耀资本成为时尚 圈的官衔包括文官和武官 文职上至正一品级职位 下至从九品登市左廊 武官都为都位 旗位及宵位 而这些捐了官的人大都不喜欢革命党 使孙中山和民主革命为洪水猛兽 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深感 这是他生平遭遇 堪比若干年前在伦敦被青石馆拘禁 差点丢掉性命更大的危机 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 那么他所谓之奋斗的全民安乐的革命事业 再也无从谈起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非设立报官 无以唤醒民众 支持革命事业 自从保皇派在海外 开始大肯鼓吹保皇思想起 孙中山就与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夺战 孙中山曾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抚革命与保皇 理不相容 事不两立 在这场与保皇派的论战中 大同日报 中国日报 新州晨报 南桥日报 吉隆坡日报 少年中国晨报 光华日报 四周周报等 以大批 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的报纸 相继诞生 一时间保皇言论 势头大错 办报纸 主要是进行革命宣传 主要是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 那么当时康良 他们也在海外 也有报纸 所以他们是主张保皇 一个主张保皇 一个主张推翻蜻蜓 这个两种思想观念是矛盾的 这些宣传不仅对华侨华人 有作用 对大量的海外留学生 是有作用的 所以对于启发这些留学生 包括启发海外的华侨华人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10年在美国 《少年中国晨报》的发刊词中 孙中山慷慨激昂地写道 今日的口诛笔伐 是使革命思潮为之澎湃而不可意 在著名的广州黄花港起义 牺牲的72劣势中 有29人是华侨 其中有6位是海外华文报刊工作者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在辛亥革命期间 由孙中山亲自创办 或追随者创办的报纸刊物 多达50多份 使海外华文报刊呈现空前繁荣状态 这些报刊充当了海外畅言革命的舆论先导 为启迪民智 推翻帝制 贡献超拙 即便是保皇派主将之一的梁启超 在1912年演讲时 谈到辛亥革命迅速成功的原因 也高度评价为 曝光古吹之功最高 此天下之功严也 他自己曾经说过 他人生做了三件事情 就是一个是主打 主打就是从组织上 来积极革命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宣传 第三个就是武装法庆 他把他人生归结到三大面 所以宣传是个很大的面 孙中山曾多次谈起 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 是团结思想 宣传主义 开化人心的重要利器 革命成功最可靠的因素 是人民心力 欲得民心则需宣传 来这边生活着 有来自各省份 各不同的县义的这些华人 这些华人 那么大家都是 没有那种凝聚的力量 比方说当时他们也会成立 为了要照顾自己的族群 他们有成立自己的相反 有血缘性的这些组织 那么到孙中山先生来的时候 他成立了这个革命组织 那是不分的 地不分南北了 大家都是共同一个星 大家同是中国人 根本不需要去分 你是来自哪一个省份 所以投入这种革命的行列 就没有分批子了 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传播之前 海外华侨是以宗亲地狱划分 各自发展谋生 并没有大一统的民族和国家概念 谈及民族无非是汉人 满人 猛人 葬人 回人等等 而国家这个词汇 更是专属于皇室贵族 正乃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孙中山已宣传大中华思想 强调民族共和 天下华人皆为中华儿女 首次跨越民族地域的障碍 把全世界的华人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许多华侨 就是通过读书看报 聆听孙中山的演讲 而走上为国家民族 奋勇献身的革命道路 那么这种精神呢 一直延续到革命之后 甚至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现代人 1937年日军发动独沟桥事变 揭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一世间民族威王 国家威王的声音 响彻整个华人世界 海外华侨华人纷纷踊跃捐款 冤物甚至亲自回国参战 抵抗日军入侵 卖子抗日的政朝局 英机长空的飞虎队 飞车历险的南桥机攻 广大华侨华人 在风烟滚滚的大时代里 走出了一曲又一曲 可歌可泣的爱国最强音 而这些华侨华人 新系祖国的壮举 与孙中山广泛传播革命理念 开启民众救国思想 凝聚华侨华人革命热情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海外华侨 大多因为忙于生计 受教育程度有限 整体上文化水平并不高 孙中山以其少年留学海外的 开阔视野体会到 与宣传主义同等重要的 即是开化人心 而开化人心的方法 最好莫过于教育 从一个乡野顽童 到走上革命道路 孙中山深知 教育是拯救国家民族的根本 早在1890年 他在《至正早如书》中 就这样写道 尽天下之师教者 亦以久矣 古之详续无文言 宗人数而何之 不识盯者 识有其霸 妇女识字者 百中无异 此人才安得不乏 风俗安得不颓 国家安得不弱 而后 在1895年 《星中会》成立之初 他再次阐释了 《星学校以遇人才》这一宗旨 恒滨 恒滨位于日本关东地区南部 是日本第二大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最为出名的旅游景点 是恒滨中华街 恒滨中华街 具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 是日本乃至亚洲最大的华人聚居地 1895年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 被蜻蜓通缉的孙中山 经澳门 香港 辗转来到了这里 在组织进步华侨和留学生 成立《星中会》日本分会的同时 他还积极建议当地华侨 兴办华侨学校 他的想法里面要教育救国 希望恒滨华侨能创办华侨学校 那么后来就是以恒滨新中会 为主要力量 大家号召恒滨华侨 创建了我们这个学校 当时学校的名字叫恒滨大同学校 那这个也是世界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 山守中华学校建校之初 即秉承孙中山先生教育救国的理念 在教授华侨子弟先进的科学知识的同时 也兼具对中华历史文化知识的培养 如果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民族归属感 就是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侨华人 他对自己的祖国或者祖籍国 是怎么认识的 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吧 就是讲一个小故事 几年前我在这个学校教中国地理 这个地理课呢 就是要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 那我那一天有一节课 就讲中国的北京 因为一堂地理课上讲到北京 一名华裔学生主动要求妈妈 带他回到北京 他想亲眼看一看 爸爸妈妈魂牵梦绕的天坛 故宫 颐和园 那一次 他还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 他从未接触过的 真正的北京涮羊肉 而这次出行恰恰是华裔子弟 在学校潜移默化的引导下 找回民族认同感的一次发现之旅 在现在的日本关东地区 如果一位老华侨可以讲读一口流利的中文 那么他一定是毕业于山手中华学校 就是我七岁念到十几岁可以念九年吗 小学六年 中学三年 然后上去才念日本学校 如果当年孙中山倡导创办山手中华学校 是埋下了一颗种子 那么这颗种子 已经在当代开花结果 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 截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 在孙中山长达16年的海外革命生涯里 曾15次到过日本 累计有9年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 而这其中有7年 是以横滨中华街为基地 与陈少白 郑世良 以及众多革命党人聚会策划 领导历次革命起义 现在很多历史学者称 日本横滨是辛亥革命的摇篮 曾德申作为一名老华侨 在横滨中华街生活了整整一辈子 他对中华街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出于对孙中山的景仰 他曾逐一考证过 孙中山在中华街生活工作过的 每一个地方 1895年他革命失败了 失败的时候 开始来到日本的时候就在这 他1895年来的时候 也是曾四良 陈少白 还有孙文 这三个就到了这 还有在走几步路 就是他长期居住的 温炳城的那个家 1897年他从伦敦 从加拿大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这个清朝要追着他 他就跑到这里警察署 加和定警察署 要求就是跟陈少白医学到这 要求他来保护他 现在看来吃饭的地方比较多 可是这个是以前不是这么多的 自从1972年 这个中入邦教正常化以后 这个日本人来得越来越多了 那么就这里吃饭的地方慢慢多起来 现在很多很多 清人山林这个是1955年 建成这个牌楼的时候 以前不是这么正规的 也比较简单的 这意思是我们中国和日本人 大家互相友好山林吧 就孙中山来日本的时候 主要都是广东人 现在其他省份的人来的也比较多 所以是新老华丘这里比较 大家一起来合作的比较好 这么一个地方 这里就是孙中山先生 191897年以后 住了四五年的地方 就是温炳城的家就在这儿 他就是为了革命 世界到处跑 跑来回来又在这儿 这个楼就是 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冯子善 就是冯敬炉的弟弟的印刷厂 1895年孙中山先生 王明到日本的时候 兄弟两个就支持他的 这个新中会的成立 就在那个哥哥的阿龙就过去 彼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 和郑世良 陈少白 一起来到横滨 一来到横滨 就找到了一年前结石的檀发 当时的檀发 是一名技术精湛的裁缝 在横滨开设有一家 叫做军昌洋服的店铺 谈发在倾听了孙中山的 革命思想之后 被其革命理论和人格魅力 所折服 并表示愿意在日本 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再次见到孙中山的谈发 立刻为孙中山等人 安排了住处 并召集了几位好友 与孙中山见面 其中就有冯敬如 冯子山兄弟两个 冯敬如经营的文经印刷所 就这 就1895年 孙文起意失败以后 到日本 就在这里 在这个二楼成立 新中会的横滨支部 就这 他的那个弟弟就那一边 也是印刷所尽 这两个兄弟支持 这个孙文的革命 就这里是起点 曾经的文经印刷店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停车场 当年因为起意失败 略显失忆的孙中山来到这里时 受到了众多华侨的欢迎 一时间拜访者不断 孙中山在这里 每天要进行数场演讲 孙中山在演讲中惊奇的发现 他的革命思想 很快得到了日本华侨的共鸣 日本华侨与他一样 急切地期盼 国家强大 民族复兴 这是长崎市每年一度的重大活动 龙洲大赛 参赛队伍来自长崎县的各个城市和地区 这场典型中国文化基因的龙洲比赛 已经持续了近几百年 除此之外 在长崎 龙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征的神异动物形象 也随处可见 甚至出现在了长崎火车站的站牌上 由此可见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之深 加持最早来到日本的中国人 多位富有的贸易商人 或者以西方商人的笔潭翻译身份出现 在那时候 每当来自中国的货船靠岸 船上装载的丝绸 茶叶甚至宣纸 无不是豪门望族抢购的目标 所以中国人颇受日本人的尊重和礼遇 大部分 discussion 除了柜战争 战争 靄板本身和语言 歌们的丝绝 那些文章、歌まで作られます。 子供たちの歌をね、子供たちの歌の中にもね、 中国の新国をね、貶める、軽蔑する。 私も小学校の頃は、私小学校はもっと障害になってからですけどね、 その頃も歌が残っていました。 文化的には、中国文化の尊敬からむしろ軽蔑に変わる。 つまり、中国の文化は見せかけで、本当は脆い、弱いものだと、戦争で一変に受け取りました。 由於清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敗、華僑在日本的地位急轉直下。 他們從備受礼遇轉而肆意遭人欺凌。 天壤之別的境遇讓華僑深知。 只有祖國和民族的強大才是他們堅強的後盾。 1895年11月20日、 興中會橫濱分會日本分會正式成立。 冯靖茹的弟弟冯子山與冯靖茹的兒子冯茂隆以及譚發、 温玉貴、 温炳辰、 梁達青、 趙明樂、 李炳源、 趙毅秦等三十多人參加了興中會日本分會。 從此, 橫濱中華街成了孫中山的革命基地。 在其整個革命生涯中, 橫濱的華僑從人力、財力、物力上 都給予了孫中山最大的支持。 孫中山的到來讓早已對朝廷喪失信心的日本華僑燃起了希望。 他們願意幫助孫中山, 甚至願意讓自己的孩子繼續幫助孫中山。 這是當時我們學校的學生。 你看這個學生就知道了。 這是小學生啊。 所有的人都拿著槍。 這是槍。 步槍啊。 為什麼拿著槍呢? 因為當時中國晚清的時候落後, 軍事上落後。 那麼所以想培養出來優秀的軍事人才, 以後回到祖國去報效祖國。 所以從小學就學這種軍事化的知識。 那麼這裡面比較有名的人, 蔡厄, 梁啟超的學生, 就是上我們這個學校的。 早期的軍事教育都是在這學的。 那麼這些學生以後呢, 有的留學到德國去繼續學習軍事。 做了軍事人才。 那麼這個學校就是我們學校的第一個校舍。 現在這個是第六代校舍。 這是第一代校舍。 這是1898年的時候, 橫濱大同學校。 這寫著大同學校。 這個學校現在掛著日本國旗和清朝的國旗。 這是孫中山當年來橫濱的時候的情況。 這個坐在中間的是孫中山。 那麼這周圍的這些, 有很多就是我們學校的校友、 家長、 橋嶺。 這是當年孫中山在橫濱的時候接見這些橋嶺。 關於教育。 即一履書籍, 公家任其費用。 教育救國, 一直是孫中山深邃思想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因為革命並非一朝一夕便可成功。 華文學校是人才儲備的搖籃, 也是孫中山民本思想在當時條件下的先行先事。 人人皆生而平等,皆可接受教育, 本就是其革命目的之一。 而孫中山並未把革命轉脫於成長中的下一代人。 親手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創建共和國家, 讓後代安詳慈後的安和樂利, 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 無論是廣社報館還是大興華校, 寄望的是春風話雨,人心思變。 開花的先生發出後, 一場催枯拉朽,改天換地的革命, 勢必轟轟烈烈到來。